各位尊敬的红利会员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周年特约专题系列课 打造股师先知者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课程 因为是正值20周年 所以说呢我们马来西亚红利的讲师团呢 特别的奉献了本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课程 那么首先呢我们去看一下 打造股师先知者的系列课程呢 是从8月1号到8月8号 每天晚上呢6到7点在红利大讲堂 或者是红明的video 大家都可以去准时的去收听 那么本次的课程的均为马来西亚的红利讲师 给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录制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8月4号 也就是第四讲 叫做十三诡异战法之蝴蝶模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之前前面三讲呢 老师基本上把这个先知者 包括结构9以及顶底密码 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是围绕着一个非常典型的 在先知者里面的一个功能 或者是实战的用法 蝴蝶模型给大家做一个精确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收听的平台 在红利 video 或者是红利的大讲堂 如果说呢 你对这个先知者软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和以下的客服呢进行咨询 大家可以看到 莉莉晨老师以及丽莎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呢 20周年的特别具现的课程呢 从1号到8号 大家可以看到分别由 莉莉老师丽莎老师 Jeff老师以及我呢 给大家进行做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录制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 课程的主题呢 是打造股市先知者 第四讲 十三诡异战法之蝴蝶模型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Sam 那么我们首先呢 在正式开始课程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免责的声明 本课程呢提供了红利软件的操作声明 尤其是特色功能的解释 在课程中 我们引用的任何股票都是为课程的需要 而不是以推荐为目的 投资者呢 应该意识到市场交易存在着风险 在使用红利软件进行操作的过程中 需要对自己的实际交易负责 红利公司对于客户 依据软件和提供的咨询做出的决定 不负任何的责任 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股市当中呢 去进行操作 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也好 你是信江湖的传闻 还是埋头去苦练武功 然后呢 在股市当中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德马克指标啊 也就是我们讲的先知者软件里面啊 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啊 他主要强调的一个内容呢 是趋势的一个衰竭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人非常厉害 或者是说我们在进行应用这个啊 先知者软件的时候做到非常的精准呢 就是因为他曾三次的精准预测A股的转折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德马克化身A股预原地的一个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第一次预测 然后呢 第二次是在这里 第三次呢 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三次的精准的对于A股的这样的一个预测 使德马克呢 成为了许多投资者心目中新一代的预言地 那么对于德马克指标啊 包括这个TD的这种结构或者是序列 前面几个老师呢 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关于先知者软件呢 他主要是从趋势的动力浩劫去进行交易的 这里呢 主要讲的是左侧的交易 那么趋势动力的增强呢 这里讲的是右侧交易 那么今天我主要讲的内容呢 也是和趋势有相关的 比较偏向于右侧交易方面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叫做趋势潜力 他主要体现了顺势而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理念 包括呢 我们如何去把握趋势的节奏 给我们提供买卖的参考依据 而且呢 这个指标呢 比较适合于中期波段以及长线的操作 那么怎样去调出来这个趋势潜力呢 给大家去进行示范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先知者软件的这个界面 我们点开TD分析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正常它是这样的一种界面的形式 那么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是 然后找到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找到这个趋势潜力 那么就可以看到呢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指标呢 就叫做趋势潜力 那么它分别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啊 蓝色和灰色的带子是非常明显的 叫做多方带 它呢 有一点类似于红利软件当中的多空王 包括呢 还有一个这个呈现灰色的 我们叫做空方带 那么多空 多方带呢 和空方带呢 主要反映了是市场当中 多空双方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多方力量占据优势的时候呢 将会与多方带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那么当空方整体占据市场当中优势的时候呢 将会以空方带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条比较粗的线呢 我们叫做中期趋势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体上我们讲的趋势潜力呢 主要是跟趋势相关的 包括这一条比较浅的 这条蓝色的线是中长期趋势线 以及这条虚线叫做长期的趋势线 还有 有这条比较浅蓝色的 粗一点的线呢 我们叫做潜力线 包括红色的点 我们叫做红高粱 以及蓝色的点呢 叫做牛出蓝 那么以上的几个部分呢 就构成了趋势潜力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么整体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构成指标呢 也是比较多 多方带 空方带 包括中期趋势 中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 以及潜力线 以及红高粱和牛出蓝 这样的一系列的指标所构成 那么究竟在实战当中呢 我们是如何去应用这个指标的呢 我们具体呢 去看一看它的一个基本的应用 首先对于中期趋势线来讲呢 方线由走平转为向上 代表了市场中期趋势的一个走好 可积极做多 那么方向由走平转为向下 代表市场中期趋势走坏 需要防范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 当它的方向呢 由向下转为走平的时候 之后转为向上呢 我们就可以积极的去做多 然后之后呢 开始由向上转为向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做空 这个是对于整体的这个中期趋势线来讲的 那么中长期趋势线 以及长期趋势线的 分别代表了市场当中的中长期的趋势 以及方向 以及长期的趋势和方向 它的方法呢 和中期趋势线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只要由走平转为向上 我们可以去做多 然后由走平转为向下呢 我们可以去防范它的一个风险 如果说有条件 比如说像新加坡或者是香港的市场的话 我们可以去考虑做空 那么多方带和空方带呢 整体上呢 代表了当前市场处于多方 或者是空方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牛出兰和红高粮呢 都是作为一个买入的参考点来讲的 那么具体的如何去使用 我们包括还有一个潜力线的使用技巧 当股价处于潜力线之上运行的时候 代表了当前市场有继续上涨的一个潜力 股价在潜力线下方运行的时候 代表呢 当前市场有继续下行的一个潜力 那么潜力线呢 还可以结合中期趋势线一起使用 当潜力线上穿中期趋势线的时候 需要注意风险 这个位置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的话 之前我们一直讲的上穿是买点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刚刚好是相反的 当潜力线上穿中期趋势线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 而当潜力线下穿中期趋势线的时候呢 则是做多的一个机会 包括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一点 潜力线呢 作为股价内在潜力的指标 它是可以提前预知市场的风险和机会的 那么具体的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在这张图上显示的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首先我们看这个中期的趋势线 由向下走平 转为向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考虑去做多 然后呢 由走平转为向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空啊 这是整体的关于中期趋势 包括我们看这个位置 出现了红高粱的买入参考的一个提示啊 以及呢 我们看相应的空方带呢 转为多方带啊 也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刚才呢 在给大家去讲这个趋势潜力的时候呢 也是讲得很清楚 它是比较适合于波段 以及中长期的操作啊 包括最后一点呢 我们去看潜力线的时候呢 看这个位置 当潜力线下穿的时候 是买点 上穿的时候是卖点 另外呢 潜力线它有 对于趋势来讲呢 有一个提前预测的一个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和这个股价的运行 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 当潜力线向下的时候呢 代表市场的整体是有向上的这种走势的 然后一旦开始转折向上呢 就意味着市场可能进入到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 相反呢 当潜力线由上向下开始转折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位置呢 往往呢 市场都会是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期的市场继续向上去进行运行 那么整体上我们去看啊 整个的这个潜力线 你看在这个位置 建到高点之后呢 市场整体就是向下去运行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去看对于短期的一种趋势来讲呢 潜力线呢 是能够非常清楚的判断出当潜市场 整体呢 运行的这种啊 运行的一个情况 包括对于高低点的转折 可以去提前去把握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只股票啊 JPG 那么我们去看这只股票呢 也是一样的 整体上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 当这个中期趋势线走平转为向上的时候 并且出现了红高粱的买点 那么我们看整体的股价向上运行 后期呢 当这个股价向下跌穿这个潜力线的时候啊 中期趋势线的时候 就是一个卖点 包括我们去看下穿潜力线作为买点 上穿潜力线呢 作为一个卖点 整体上这一波的走势呢 对于我们来讲呢 还是可以把握的非常清楚的啊 可以把握的非常清楚啊 那么对于这个潜力线的整体上 你看向上运行 当股价运行在潜力线之上的时候做多 当股价呢 运行在潜力线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空 包括你看这些高低点的一些反馈啊 对应呢 应该也是非常的清楚以及明了 那么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我们在应用这个指标的时候呢 可以说如果是对于这种波段的啊 喜欢去进行波段交易的或者是中长期交易的投资者来讲呢 啊还是非常好用的啊 那么我们再去看最后一个啊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潜力线 他对于市场的一个转折是有一个提前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机会的 首先呢我们看在这个位置 当潜力线从这个位置开始转折向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的相应的股价呢 运行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附近 包括呢我们看在这个位置 后期潜力线从向上开始向下转折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了市场的运行到了一个阶段的低点的一个附近 包括最后呢我们看这个位置呢 当他再次开始而由下转上的时候 我们发现的市场也是运行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附近 可以说对于这个趋势潜力来讲呢 啊我们去应用它啊 是非常能够清楚明了的 向我们展示呢 这个当潜股价的一个运行的趋势 以及呢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走势 那么对于我们去把握这种波段性的买卖点 以及阶段性的高低点来讲呢 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包括我们去看啊 在近期的一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以这个KLCI为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位置呢 潜力线的开始而有了向上转折 一个短折的一个迹象 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位置呢 市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那么接下来呢 市场是很有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个短期的 或者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的 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整体市场运行的一个方向 好 这是对于一些啊 这个趋势潜力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蝴蝶模型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是蝴蝶模型 包括啊 第二个是蝴蝶模型的一个特殊的用法 包括了蝴蝶画影 以及梁柱画蝶 蝴蝶模型的共振模型 蝶酒共振 以及蝶波共振 最后呢 是蝴蝶模型的一个卖出方法 这里呢 主要涉及的是短线的一个卖点 以及啊 我们蝴蝶模型的一个选股模式 啊 TD二级选股 那么首先呢 我们去看一看什么是蝴蝶模型 那么在去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在市场当中去把握波段的起账点 那么我们都很清楚 在上升趋势当中呢 往往会出现很多波段上涨的这种情况 在上涨期间呢 也会伴随着多次的一个调整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出股价调整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呢 主盘啊 洗盘和提高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庄家在啊 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啊 经常会做一个洗盘 那么对于这种洗盘呢 或者是去提高散户的成本来讲呢 我们是可以去把握住的 包括为了踏准市场的节奏 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及呢 主力回抽资金 这些呢 的市场的一个调整呢 我们都是可以去把握他后期再次上涨的一个机会的 那么只有当主力开始出货的时候 那么这一波的上涨呢 是不适合我们去进行操作的 对于前三类的一个股票呢 调整后期都会有上涨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呢 如何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机会 那么就借助到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蝴蝶模型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把握股价调整之后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那么蝴蝶模型它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呢 第一点呢 是股价调整完之后再启动的形态与蝴蝶结构相似 第二点呢 是蝴蝶 它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首先我们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市场呢 进行了一个调整 对吧 那么我们发现呢 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调整的位置呢 就像蝴蝶翅膀的左边的上边的这种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看后期呢 再次上涨呢 就类似于蝴蝶这个翅膀的右边的上半部分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前立线呢 就相当于蝴蝶左边翅膀的这个下半这边部分 然后呢 后期呢 在这个前立线上 由向上开始转折向下的时候呢 就构成了蝴蝶的右边下边的这边翅膀 然后整体呢 我们看 这个中期趋势线以及股价呢 就构成了这个蝴蝶的躯干的这一部分 那么整体上呢 我们为什么称之它为蝴蝶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呢 就构成了一个蝴蝶的大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这种模式或者是这种模型 我们把它称之为蝴蝶模型 也就是说股价呢 开始进行调整 调整到中期这个趋势线附近 然后前立线由向上啊 开始转折 向下构成了这个蝴蝶的躯干的部分 后期呢 股价再次上涨 就形成了整体的蝴蝶模型 那么一只股票最大的支撑位是什么呢 肯定是成本价啊 股价回到中期成本上下呢 会形成价格中期成本线和前立线三者相交的这种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我们称之为中期的平衡区 股价从上往下回到平衡区 前立线从下往上相交于中期成本线 后期呢 股价略微的跌破了中期成本线 很短时间内股价再次向上突破中期成本线 前立线呢 却由上上转折向下 股价开始上涨 由此呢 就形成了蝴蝶结构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去看具体的图形 你包括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讲的股价呢 开始向下 然后呢 然后再次呢 突破这个中期的成本线 再看前立线向上的位置 然后呢 再转折向下跌破中期成本线 构成了蝴蝶的这个中央的平衡区 后期呢 股价再次开始向上 整体呢 就构成了这种蝴蝶的模型 那么蝴蝶模型 主要是针对于市场呢 进行中期调整之后的快速上涨的一种模式 对于大家来讲呢 或者是对于我们来讲的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说想要去捕捉这种回调之后的起涨点呢 是可以借助蝴蝶模型的这种形态去进行操作的 那么具体呢 我们去看这个案例 首先呢 我们看在这个位置 股价呢 开始进行了一个中期的调整 向下跌穿了这个中期的趋势线 然后呢 再次向上突破中期趋势线 而且呢 我们有注意到呢 在这个位置呢 趋势这个前例线 向上突破中期趋势线 然后再次向下转折 然后呢 跌破这个中期趋势线 这里呢 构成了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区 那么整体上呢 我们看后期呢 也就形成了这种蝴蝶模型 那么对于蝴蝶模型来讲呢 它有一个时间暗语 第一个呢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三根溃线 一根是最完美的 那么计算时间的标准呢 它是以收盘价跌破前例线为开始点 到收盘价突破前例线为结束点 中间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三根k线 最佳为一根 那么突破前例线的k线 它是不记录这个时间范围之内的 所以说呢 三根最佳 五根呢 是我们应用蝴蝶模型的一个极限 一根呢 是最完美 那么我们要注意啊 股价和前例线的一个方向啊 不要弄反了 如果弄反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种 回调起账点了 那可能就是这种反弹 再下跌的这种点位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你注意它的这个时间标准啊 收盘价跌破前例线为开始点 收盘价突破为结束点 还有就是突破前例线的k线呢 是不记录时间范围之内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市场呢 经过一个中期的调整 在这里进行调整 在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体的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中期的什么趋势线 后期呢 一天的下跌之后呢 在第二天啊 也就是这个位置再次上穿 所以说呢 你看在这里呢 整个它的时间周期呢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范畴 那么你发现后期呢 就构成了这种蝴蝶的这种模型 那么它的时间呢 应该是只包含了前面这两根k线 突破的这一根k线 是不记在这个时间范畴之内的啊 你包括我们后期所看到的这根k线啊 也是非常完美的一根 那么这一天收盘价跌破中期趋势线 紧接着第二天呢 再次突破中期趋势线 那么前例线呢 也形成了向上在转折向下的这种形式 那么整体上我们发现的这里呢 就构成了这种蝴蝶的形态 而且呢 你发现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红高粱的这种啊 买点的操作提示 所以说你看 对于我们 如果说你想要去把握这种中期的波段起障点来讲呢 蝴蝶模型啊 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啊 模型 那么对于我们去把握这种起爆点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和精确 包括我们去看这个位置 那么你看这个位置 它的蝴蝶模型时间呢 可能就比较久了 达到了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么整体上你看后期呢 它也形成了这种蝴蝶的整体的这种走势 对吧 所以说呢 很简单和容易 包括呢 我们去看在这个位置 跌破再突破 而且呢 你看在它这里呢 形成的蝴蝶模型的同时啊 出现了红高粱的这种买入提示 那基本上呢 就进一步的证明了啊 这个蝴蝶模型的它的一个可靠性 以及我们买入之后 当后期市场向上涨的这种概率也是大大的提高 我们去看这些案例啊 基本上呢 都是这种蝴蝶模型的形态 可以说呢 对于这种基本的蝴蝶模型的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它的蝴蝶模型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形式 蝴蝶画影 那么对于影的含义呢 第一呢 是指影子 代表它的速度很快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指的是下影线 该蝴蝶模型 唯一日蝴蝶模型 唯一跌破的那日 是以下影线跌破前例线 并且当天收盘价 就快速站于前例线之上 前例线转折向下 股价开始上涨 蝴蝶画影呢 它是一日蝴蝶模型 并且只有下影线 它是在前例线以下的 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模式 我们看这个位置 蝴蝶画影 它是只有下影线跌破前例线 然后呢 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例线之上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了一日 就是蝴蝶画影的这种 一日的蝴蝶模型形态 那么后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股价也是经过一个调整之后呢 有一个快速的上涨 快速的上涨 除了这种一日的蝴蝶模型形态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长长长的上影线呢 基本上也是代表了一个市场当中 多方力量的一个反击 那么我们去包括 这个呢 叫做一日蝴蝶模型形态 但是呢 它没有构成这种蝴蝶画影的形态 首先我看到呢 收盘价跌破 然后第二天呢 这个收盘价再次突破 我们刚才讲的突破的这个蜡烛呢 是不记录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的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呢 这种一日的蝴蝶模型呢 是最完美的 我们看这些一日的蝴蝶模型形态 基本上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我们呢 去把握这种调整过后的买入点 是非常的精准的 那么大家在去应用这个蝴蝶模型的时候呢 可以说呢 对于我本人来讲呢 你去应用这个蝴蝶模型的时候呢 最好呢 你可以在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配合上游 它的一个出现了这种牛出栏 或者是红高粱 以及呢 如果说你的技术分析的知识足够扎实的话 在这个位置 前期 它肯定是有一个缩量的过程 缩量之后再次放量 如果说它有一个量的一个配合 那么基本上呢 你去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更加的精准 或者是说呢 做一个双重的一个肯定 你看这里呢 就形成了蝴蝶画影的这种模型 这里呢 是一日蝴蝶模型 这里呢 就构成了蝴蝶画影 下影线突破 然后呢 再收回来 这里呢 也构成了一日的蝴蝶模型 可以说呢 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了很多次 能够把握住市场回调 我们再次进场的一个机会 这也就给了我们 如果说大家是做这种长期交易的 或者是这种波段性交易的 那么也就把握住了这种买卖的交易的原则 可以说呢 尤其是长期趋势来讲呢 中途这些蝴蝶模型的形态呢 都是我们再次进场的一个加仓点 加仓点位 第二个呢 叫做梁柱画跌模型 那么什么叫梁柱画跌模型呢 那么股价在中期盘种中呢 出现了第一个蝴蝶模型 我们叫梁蝶 但是呢 这个梁蝶呢 它没有出现大的一个上涨 股价呢 继续整理 在其后段时间内 再次形成了第二个蝴蝶模型 我们叫做柱蝶 梁柱双蝶都出现后 股价呢 就可以 作为一个中期的买点 梁柱双蝶 因为结合了两只蝴蝶的力量 其后呢 波段上涨的力度呢 往往都是比较强的 涨速呢 也是比较快的 首先呢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案例的一个分析 我们注意到 这只股票呢 首先呢 它进入到了一个中期的盘整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发现在这里呢 出现了第一个蝴蝶模型的形态 那么这个蝴蝶模型形态出现之后呢 你发现的市场 它的账幅呢 是非常小的 然后后期呢 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第二个蝴蝶模型的形态 也就是铸蝶 那么我发现 当梁蝶和铸蝶啊 都出现之后 作为一个中期的起爆点 它的涨幅啊 包括这种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梁柱纷纷化跌 那么去加速了市场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呢 你看这种出现了这种梁柱 化蝶的这种模型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去把握后期的这种 中期的快速上涨的这一波行情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所要讲的呢 就是蝴蝶模型的一个共振买点 叫做蝶酒共振模型 什么叫蝶酒共振模型呢 那么此模型呢 既要符合蝴蝶模型的这种形态 同时也要符合买入结构酒 要求呢 股价下跌 最好不要跌破结构酒中的最低价 如果跌破了最低价的话 其下跌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单元 速度呢 包括它的幅度 跌幅要少于五% 那么对于这个结构酒 相信呢 大家在第二讲的时候呢 已经 丽萨老师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啊 我这里呢 不去做过多的一个解释 我们具体呢 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去看呢 在这个位置呢 首先呢 它出现了这个买入的结构酒 然后呢 你发现在结构酒出现之后呢 这里也构成了一个什么 蝴蝶模型 所以说呢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蝶酒共振模型 对吧 单纯通过啊 蝴蝶模型 我们就已经能够把握住 它的波涨 波段的一个起账点 那么如果说在配合上 这个买入的结构酒啊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结构酒啊 最低点啊 没有再继续创新低了 对吧 后期呢 市场的一个上涨 基本上呢 都是非常的完美 所以说呢 你看通过啊 TD的买入结构 以及呢 趋势潜力的这个啊 蝴蝶模型啊 就构成了这个叠酒 共振模型 你看后期的一个市场的上涨了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完美 包括呢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呢 也是形成了 首先呢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形成了一个买入的结构酒 然后后期呢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蝴蝶模型 哎 你看这里呢 就形成了凉柱 化碟的一种形态 第一个凉叠 你发现它的帐幅呢 并不是很大 后期呢 又形成了一个柱叠 那么柱叠形成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的帐幅和速度呢 都是非常快啊 基本上呢 我们发现呢 在这种叠酒共振模型当中呢 有蕴含了一个梁柱化碟的这种模型啊 非常的完美 那么除了叠酒共振模型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叠波共振模型 那么此模型呢 是指股价符合蝴蝶模型 同时出现了波段底部当中的B 那么要求呢 后期股价最好不要跌破波段底部B 最好呢 波段底部B就是最低价 就算跌破了 时间也不能超过三天啊 然后在三天之内 如果能够收回来 也是可以去按照这种模型去进行计算 那么对于这种波段的底部来讲呢 相信昨天的第三讲的课程当中呢 也是有提到的 那么我们去看一看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首先呢 我们发现这个股票呢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波段底部B 对吧 包括这个位置 然后后期呢 股价形成了这种蝴蝶模型的形态 那么也就整体上啊 通过波段的底部 以及呢 蝴蝶模型就构成了这种 跌波共振的这种模型 所以说你发现后期呢 如果说你配合起来之后呢 后期这种股价的这种上涨 也是非常的快速 包括它的幅度呢 也是非常大的 来我们去看啊 包括这只股票 首先呢 你看B点呢 它在这里呢 它肯定是形成了一个最低点 然后形成了一个蝴蝶模型 整体上构成了这种 跌波啊 共振的这种模型形态 那么后期呢 股价的这种大幅的快速的上涨 基本上呢 是在我们的预期之中的 你看很多时候呢 形成了这种跌波啊 或者是跌久 本身呢 我们刚才在去讲这个蝴蝶模型的过程当中呢 就已经给大家去强调了 这个蝴蝶模型的这种实际啊 或者是实战性的这种技巧 在配合上波段的底部 以及呢 TD的买入久 形成这种跌久 或者是跌波的共振模型形态之后 那后期的这种上涨幅度啊 或者是概率呢 又进一步的加大 你看在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呢 我们发现了这种跌波啊 共振的形态 是啊 也是非常的完美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把握住市场当中的这种波段性的这种起上点 你看这些位置 在他长期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能够很好的把握住他回调的这种起上点啊 起上点 那么蝴蝶模型的一个卖点啊 对于短线的一个卖点来讲呢 他是以前力线为标准的 当前力线不再向下运行的时候 转折向上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短线的一个卖出点啊 就是前力线开始转折向上 那么这里呢 他有一个卖出的口诀 小阴少四日 大跌看两日 这是短期的 中线的一个卖点呢 可以依据趋势前例中的中期趋势线作为我们的参考依据 那么对于这个短期的卖点如何去理解呢 什么叫小阴少四日 大跌看两日呢 意思就是如果趋势线开始转折向上 而且是以小阴线的形式 它是少于四日的 然后又开始转折向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暂且不卖 首先呢 我们去看这个位置 当趋势线开始转折向上的时候 我们看这里呢 是以小阴线的形式下跌的 那么少于四日之内再次转折向下 它是有可能继续向上的 但是我们发现呢 这里超过四日之后啊 继续向上 我们就可以考虑给它做一个短期的卖出 那如果是中期的卖出点呢 你可以结合这个中期趋势线来进行交易 或者是进行操作 这是小阴少四日 那么大跌呢 看两日 那么我们看这个位置呢 蝴蝶模型形态形成之后 在这里转折前列线开始转折向上 那么我们看呢 这里呢 两根比较大的阴线 那么跌两日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短期的卖出的这种交易了 这是对于权力线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卖出点 一个口诀 那么对于中期来讲呢 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中期趋势线作为我们买卖的这种依据 那么最后呢 我们所看到的呢 你看这个就是跌破中期趋势线的一个卖点 出现蝴蝶模型之后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卖出的一个交易 最后一点呢 就是蝴蝶模型的这种选股 TD选股的二级选股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选出这种出现蝴蝶模型的股票 那么三级选股呢 是可以选出牛出篮或者是红高粱的这种股票 那么首先呢 可以给大家去示范一下 我们进入到这个TD呢 选股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里有一个二级选股 二级选股呢 就是可以选到出现这种蝴蝶模型形态的股票 那么我们以马来西亚市场为标准 我们这里呢 进行一个筛选 看看有没有符合出这个蝴蝶形态的股票 那么我们退出去 重新进一下 整体上呢 大家通过刚才我的讲解呢 可以非常的清楚 那么蝴蝶模型呢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呢 对于我们把握这种波段性的起障点 基本上是非常的好用 以及精准 包括它的一个叠久啊 或者是这种叠波的共振形态呢 也是非常的精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找到TD选股 选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我们再次进行选股啊 你会发现呢 它会二级呢 就是选出来我们刚才所讲的TD模型的这种形态 三级呢 选出来的是什么呢 选出来的是出现红高粱和牛出蓝的这种股票的模型 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还可以通过去板块去指定进行选股的这种模式 那么在选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呢 蝴蝶模型呢 是在8月14号 0166符合蝴蝶模型的使用形态 当然这个是2017年的8月14号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后面在这个位置 它处浮现的这种啊 跌波共振 除了这种啊 蝴蝶模型之后 你配合了这种波段性的底部 或者是买入结构9 那么三级选股呢 就是当日同时出现 同时出现牛出蓝和红高粱的信号 因为本身呢 牛出蓝或者是红高粱单独出现 就已经作为了一个买入的参考点 那么同时出现的话 就预示后期 它的上涨概率将会提高 也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 或将进入这样的一个 拉升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去看 选股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呢 到现在为止呢 二级和三级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呢 还没有选出来 我们需要的一个股票的形态 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这种 蝴蝶模型的这种形态 所以说呢 我们看也是看这个 是否有出现这种蝴蝶模型的形态 那么你 我们可以看到的 目前呢 是比较少有符合这种蝴蝶模型形态的股票 包括呢 牛出蓝和红高粱 也是比较少的 大家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去给它 这里呢 做一个时间范围的一个划分 不一定必须要选到8月3号 你可以给它一个时间的范围 去进行扩大你的选股的这种时间 那么通过最终的一个选股呢 我们发现呢 短期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近期的一些股票当中呢 是否有符合这种蝴蝶模型的形态 那么首先呢 我们去看一看近期大家 我印象当中经常看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0120 你看看这只股票呢 它有没有VAS 你发现呢 这只股票目前呢 是没有出现蝴蝶模型的形态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曾经是有出现过这种蝴蝶模型的形态的 对吧 那么其他的股票呢 我们可以去看8079 这只股票呢 你发现呢 在这里进行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是出现过蝴蝶模型的形态的 对吧 所以说你看整体上 那么我们还可以去 刚才讲的我们要什么 波段的底部 你看如果说配合这个波段的底部啊 它能够出现这种蝶波共振 那么就证明了 它的这种买入结构呢 是更加的这种标准的 包括我们在配合上这种买入结构9 看看是否有符合这种蝶波 或者是蝶酒共振的这种蝴蝶的形态 那么你发现呢 这对于Inari来讲呢 这里呢 形成了蝶波共振 这蝶酒共振 这里呢 形成了蝶波共振 这里呢 也是蝴蝶模型的形态 你发现之后呢 它基本上都是这种波段性的起账的点位 对吧 你看这里呢 不是很完美啊 因为它没有跌破这个前列线 对吧 但是整体上呢 我们去发现 你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这种蝴蝶模型的把握 你看首先这里呢 是蝶酒 在这个位置呢 是蝶波 而且呢 它是属于蝴蝶画影的这种形态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非常清晰的应用到这种蝴蝶模型啊 或者是趋势潜力呢 去帮助我们去选出啊 这种阶段性的起账点的股票 包括呢 去配合买入结构酒 或者是波段的底部呢 能够提高我们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成功概率啊 你看这些股票呢 红高粱和牛出兰同时出现的啊 这种呢 三节选股的形态 基本上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讲的 关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一个内容 就是趋势潜力 以及这个蝴蝶模型的形态 相信呢 通过以上的讲解呢 大家对于先知者软件当中的趋势潜力呢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包括了 对于我刚才所讲的这种波段性的起账点的一个把握 以及呢 中长期的股票的一个操作 有了更加深一步的认识 通过蝴蝶模型啊 或者是趋势潜力呢 我们能够很好的抓住 或者是把握住这种波段性的起账点啊 操作呢 很简单 对于先知者这款软件来讲呢 除了我今天讲的 那么之前三天呢 几位老师给大家所讲的这种结构酒 或者是波段的顶底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非常容易操作 简单 而且呢 界面呢 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是非常安全 那么 最后呢 给大家去强调一件事情啊 红利20周年特别优惠 错过再等十年 我们今天呢 重点呢 去强调的是先知者软件 大家注意 对于先知者软件来讲呢 第一次呢 在东南亚这边呢 是在2015年 那么2015年过后呢 是在2017年的 也是8月8号 19周年庆上 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去开放 那么今天呢 再次给大家进行开放啊 8月8号限量呢 是10个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因为本身呢 先知者软件呢 它是 它的版权呢 我们是需要和加拿大的通力达公司呢 拿到它的授权之后 才可以进行销售的 所以说呢 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包括这个优惠呢 也是仅限8月8号当天 如果说你对这个先知者软件 非常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刚才讲的 莉莉老师或者是丽莎老师的 这个客服的电话 去进行提前的一个预定 如果说你等到8月8号那一天呢 可能就已经没有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 因为呢 之前参与过这个先知者软件的人 都知道呢 这个TD软件呢 它是不轻易的 开放出来 给大家进行购买的 所以说呢 本次开放这个十个名额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吧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今天讲课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听 祝您好运常在 股市